这两天我看那个网上都在那个每年到这个时候吧 因为放假几天了都会有那个大家做这个年会啊什么 但是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啊 确实也挺烦人的啊 就是好多的公司啊都会选在这个休息日啊 你本身周末周末啊应该就是应该放假嘛 对吧 或者说你让员工早点回家啊 或者不回家的话 你该休息休息嘛 但是非常多的企业啊 就总喜欢就是把这个年会啊 把这个集体活动啊 就放在这个放在这个员工的这个休息日是吧 因为他觉得哎 你看上班后我那个我不知道啊 当然每个每个公司他的想法不一样啊 有的可能就是觉得哎呀 平时工作比较忙嘛是吧 我们放在周六周末 这样也不耽误工作啊 但是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啊 越是这种想法的公司啊 越是想把这个员工 我们说24小时压榨这种公司 发展的可能确实不见得很好是吧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大公司啊 或者说一些外企啊 他这个福利了待遇啊 包括这个这个我们说 呃 这个考勤制度啊 就是越好像就是比较人性化啊 或者说比较规范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想 你说到底是由于他规范化之后呢 这个公司发展好了呢 还是由于他发展好了 就必须规范化是吧 你要说你小公司都忙着四脚朝天对吧 那大公司其实他是更忙的 因为公司大嘛 他各种各样的 嗯 这种管理成本啦 各方面的压力其实更大 你还是那句话 你拿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嘛 是吧 这很简单嘛 你三两个人小公司说的话 你你staff亲干啥都能挣点钱嘛 对吧 反正呃 说不好听啊 这个税务局啊 各方面也不见得值得你打粮食 是吧 因为总共税务局对吧 一个可能小的这个 现在还有这种什么递税锁嘛 现在没有递税了是吧 都是国税了 都没几个人啊 拿二工来查你了是不是 肯定跑到那个最大的这个公司去查吧 哎 但是你就不会发现这个人越少 这越忙是吧 哎 然后好像还天天忙着什么 还最后又赚不到钱 是吧 这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们说这个 这个年会啊 有错就是怎么说 你这个老板有错 不要把他放到这个平时人们的这个休息日 然后还没什么太多实质意义 是吧 大家表演个节目 然后呢 哎 也 也没说实话 可能也没发多少钱 确实也不见得说能起到鼓舞 人心这个气氛啊 一个作用啊 更多就是老板在这自娱自乐罢了是吧 因为你是老板嘛 你想干啥干啥嘛 哎 说白了反正我拿你钱 对对 你给我发工资就行嘛 其实 员工也不建议 这不是说那么 哎 真心实意想去 所以有时候 嗯 很多时候啊 我们管理啊 往往真就是一厢情愿 就总觉得我想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啊 当然这个出发店肯定 大多数时候肯定是立即的嘛 对吧 你如果说真的为员工好呢 你就说白了 多给员工分点钱嘛 就很简单的道理吧 你给他分的多 嗯 你留的少 大家谁都知道嘛 蛋糕就这么大 你给别人多切 你少留 那大家肯定愿意跟你讲打交道嘛 不管是想占你便宜呢 还是觉得你这个人不错呢 还是觉得你这个人傻了 那肯定干什么都愿意带上你嘛 因为他有好处嘛 那就是个道理是吧 如果说那你干什么事情啊 都也是 哎呀 突出想着说哎呀 怎么去压榨压榨员工 那这个说白了 嗯 长久不了吧 我觉得确实要长久不了 没意义 但是呢 嗯 这个道理好像大家都懂啊 有些人赞成 有些人不赞成 是不是 但是 嗯 我们说 呵呵 不好说 是吧 然后 嗯 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吧 对吧 为什么叫穷忙穷忙 对吧 哎 越穷越忙 越忙越穷 对吧 不是说不应该忙 而是说这个忙的 要有价值吧 要把它放在说 真正能提高效率上 能提高你自己 一些这个产品啊 什么上的 这个这个上的 而不是说 哎呀 一定要 对吧 放在那个什么 休息日 这样我也 我那个本该你休息 哎 对吧 我也没多花钱 嗯 这个就没什么大意思了